7月18号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介绍疫情和防控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瑞宝林在发布会上介绍。 7月15号零时至7月18号十二时,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十七例,无症状感染者二十三例,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天山区。 综合灵状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本轮疫情主要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关联,疫情发展较快,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天山区,均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的人员,请大家不要恐慌。 目前,病例均为普通型和清型。 此次首例确诊病例为24岁女性,系天山区中山路中泉广场三楼工作人员,常驻地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发布会上还介绍,政府将全力救治患者按照集中病例、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 将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集中到定点医院,实行一人一侧个体化诊疗,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救治。 天山区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中心老城区,该区域内商业繁荣、文化多样。 乌鲁木齐市网红打卡地、大巴扎在其所属区域。 区域内生活着40多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区。